主路强行突破 利用速度 速度很快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 把球扣下来 给到固定位置 有打门机会吗 打 这下打门 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这个固定位置的射门 相比于上场比赛 逐一番的那两脚射门 简直是天上之别呀 因为 这个场比赛 既然新洲队应该是拿下了 所以场上的队员们 显得非常轻松 放过来 天面龙灵队 全队的队员 都是一副 疲态 提不起精神 当然这种心情 我们也可以理解 已经是一场 防守的争夺战 但是踢成这样 搁在什么人的身上 都觉得难以接受 最后的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既然新洲队 还在控球 马冲冲 这一下应该是自己滑倒了 比赛已经踢到这份伤了 既然新洲队 还是要逼抢 不给对手任何一丝的机会 也许这就是 因为龙顶队 从本场比赛 从对手身上要学习的东西 这个时候 比赛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独裁判吹响了 全响比赛结束的少爷 最终 济南新洲队 是以4比0的比分 战胜了他们的对手 迎边龙顶队 本场比赛的解说部分 也就要到此结束了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美联赛的其他比赛 我们在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美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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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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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